哈喽,我今天又在外面拍影片了 今天风会比较大一点 我希望这个影片它的声音是OK的 我今天想要跟你们分享一个 我觉得在台湾是很棒的东西 对,然后我想跟你说 这个影片有两个版本 一个是中文版本,一个是德文版本 我打算把这个影片拍成两个 你可以练习,你可以另外练习德文的版本 但是你一样呢,你可以用来听中文的部分 然后这样子就比较容易可以知道 我讲的是什么内容 所以德文版本就在这里了 你可以点进去练习你的听力 因为当然了,如果你来自国外 你多多是少会比较环境上 不同或是同样的东西 然后这当然也是你可以带在国外 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 你有机会,你有办法可以对照,可以比较 然后你另外也可以从不一样的角度 来看待自己的国家 因为当然了,如果你生活这样 工作在自己的国家 然后你习惯这个环境 你会注意跟不注意 完全不同的地方 我是说,如果你跟外国人 或者是最近才帮到这个地方的人 比较起来 你的眼光就一定有差别 所以我在这个影片想要提到的事情是 我觉得在台湾办事情真的很方便 如果说呢,你现在要申请什么东西 或者是更何况呢 如果你是外国人 你要申请跟办理各种不同的手续 然后我觉得这个在台湾其实算很方便 那想到这一点,我也能够想象 可能在之前,法律比较不一样 所以可能有些事情,之前没那么容易办到 现在也不容易办到 譬如说,你要一次去这个办公室 大家所期望的是,我一次就把它办完 他们不会想再去第二次 然后我觉得在奥地利不一定是这样子 我觉得在奥地利 有可能你第一次就可以办完 但是如果有第二次 因为可能少了什么表格 少了什么东西 很多人也经历过这样的事情 然后也不会把它看得那么严重 或者是把它看得非常没有效率之类的 那虽然我也觉得在奥地利办事情 也蛮有效率的 但是我觉得比较起来 在台湾这个 按照我个人的经验,我要强调 真的非常的特别有效率 你觉得在台湾办事情有效率吗? 哪些事情有效率? 就是办哪些事情有效率 跟办哪些事情你觉得比较没有效率 或者是你自己的个人经验是什么? 你的体会是什么? 你跟我分享一下吧 OK Wunderbar 今天的这里,下次见